想問一下就是第二劑的部分 指揮中心是不是有在研議說要開放在那個 大賣場跟百貨 然後還有夜間接種的部分 有研議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甚至還有就是提供摸獎的部分 那這個細節可以幫我們稍微透露一下嗎 我們現在可以施打大概就是在平台的施打 那外展的 那衛生局相對的來造冊的 那還有自己到醫療院所去預約施打的 這些都有 那至於這樣 為了要增加更多的一個可進性 所以有相關的一些的可能的規劃 我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有關就是在 百貨公司的一個接種 那目前的例子是屏東 屏東他們在12月1號到 10月5號 事實上就是在屏東公園旁邊的百貨公司 就會提供這個接種的服務 就是民眾去 就是去Shopping的時候 那可以 在這邊接種 那另外我們也有跟全聯這邊有談 就是說 像類似流感疫苗接種的時候 每一年他們其實都有跟我們合作 那這次Community Team的疫苗的部分 那目前 他們也佔提供了174個點 我們就是全國有174個點 那目前我們正在請我們的區管中心 去跟他的提供的這些點去看 看一下場地 那尋找個適合的地點 然後再跟衛生局這邊接洽 然後再讓這個醫療團隊進駐來接種 當然接種就會有提供一些 贈品之類 這大概是全聯就會有一些 Subit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夜間接種的部 夜間門診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新聞稿事實上也有提供 就是我們從今天開始 找了我們的部立醫院 還有國際醫院跟退伍會所屬的醫院 這邊都會提供夜間門診的 提供接種接種的服務 那讓民眾可以更方便的方式來 來接種 來一下 所以基本的目標值 當然第二季的6成 那當然希望是能夠盡速的把它提升 部長想請教一下 剛剛所說到在大賣場 或者是百貨公司可以打到第二劑疫苗 那想問說 那第三劑是有 可能在那邊也打得到的嗎 那麼怎麼審核身份呢 謝謝 大概這裡面 我在不知道說沒有打第三劑 不過我們現在重點大的重點 還是在第二劑 剛剛把它提升下來 那因為一到三類 裡面包含了 尤其在這一批裡面跟包含更多的都是 醫護人員比較多 所以目前可能請他們在第三劑的 在這個 究竟在醫療院所裡面來施打就好 那至於未來在大規模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相關的一些 在擴大它的施打點 那個在各個 各個什麼 剛才是講說 我們這個全聯有跟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構想 那雙方還要在就地點場合流程 整個還要做一些 等於是一些規劃 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在全聯這種大賣場 然後可以設就是廣設接種點 那現在衛生局已經有去看場地 那我們預計大概最快 什麼時候可以在這種這類型的場合 達到疫苗 謝謝 應該是說我們今天才剛拿到這個全聯這邊願意提供 所以目前還在 還在徵詢 還在洽談當中